新闻来看到新北市圆明局为新庄区福寿站 板桥区的板桥站 以及新店区西州站三处的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来举行联合开幕了 站内各式健康促进活动 协助长辈在地安老 市长选前的证件也同时达标 市长开心的与原民长辈合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充满欢乐温馨的气氛 西北市原民局选在板桥三报主活动中心 举办新庄区福寿站板桥区板桥站 以及新店区西州站三处文化健康站的开幕仪式 目前新北已有24处文件站 比市长侯友宜选前承诺的证件还多出一站 我们新北市已经拥有24处的文化健康站 来关心原住民的所有的长辈 不管是在文化休闲或是健康照顾 希望透过文化健康站凝聚原住民所有主义 大家一起来都会形态里面能够互相帮忙 在我们原乡也能够互相的扶持 所以今天正式成立了这三站 我们未来我们新北市的文化健康站 只要有适当的地方 我们还会继续的努力走下去 原民文化健康站提供动静态不同课程及活动 让长者参与 不管是水彩绘画或是制作特色小物 甚至是学习原民舞蹈 不仅能活络身心还兼顾文化传承功能 新店的西州站 它是位在我们刚刚才安迁完成的新店西州的原住民文化园区里面的一个聚会所 我们是在那一边旧近的长者都可以到我们的聚会所去做很多像我们现场看到的手工艺或者是做传统歌谣的船场等等 板桥站也非常的特别 因为板桥的原住民人口也非常多 让我们特别谢谢板桥区公所提供给我们这个三豹族的活动中心这么好的场地 让我们的长者都可以就近在这一边就地安养 就地一起互相照顾一起来扶持 为了尊重原住民族文化与原民生活特殊性 新北市在影法俱乐部之外 再设置文化健康站照顾原民长者 健康促进课程与关怀访式问安等服务 让长辈健康在地安老